哇大黄真的是 你让我很放心啊大黄 哎呦小白真的是 今天太阳会从西边出来啊小白 是不是啊小白 哦都回了都回了 好好好 来福又没回来 小白长大了不少 但是对我的陌生程度啊 好像随着年龄的增长越来越强烈了 这种感觉 那现在去找一下 跟大伯打电话叫大伯在村子附近好好找找 应该是大伯来了 没看到哪儿回来啊 没有啊 你啊 栽子旁边都没看到 我栽子旁边都落的啊都没看到 他在这就拿开的 我在这也居然落的都没看到 嗯 那算了去放的去放的 都没看到 摁到打的 泡肉里 这些都是老蜜 一店一店餐 把空殼一店把花粉碎米分开 我多少竹签 然后这些就是给它的越冻口粮了 下面还有很多 足够的越冬的食物 其实我们这边冬季气温值七八度 我们这边的蜜蜂就能很好的出勤 整个冬季我们这边的野桂花 资源是分布的非常的多 都是满满的蜂蜜 漂亮 在这春档回房间可以 让开 你看这封盖蜜就知道 全部都是老巢蜜 嗯 啊用手杯啊好洗 啊漂亮漂亮 垫垫锅把它修都可以啊对 嗯因为它没封盖啊都是水蜜 所以它会影响拖垮整体的蜂蜜质量 所以要很细心一点一点弄对 呃会很忙啊 所以今天的视频时长可能不会很长 如果一直这样拍视频很费时间 一打开他们都异常的紧张 我来收租了 因为我这是一年只娶一次 所以你们看 这都是老蜜 咱问一下 一二三 这蜜都发黑了啊 每年入冬取一次嘛 所谓的话全部都是老巢蜜 你们看 呃这种蜜的话 你就是 十年二十年你长期保存 它绝对不会变质这种蜜 你想怎么保存怎么保存啊 不过当然了前提要蜜蜂保存了 对方起来你不能开着 呃避免阳光直射 多少年都可以都没关系 口感什么都不会变 这种蜜 一般人说你一两个月 两三个月绝对达不到这种状态 哇都很硬这种 你看这蜜 全部都发黑了 呃因为巢房是老的嘛 所以很多朋友问我什么是老巢蜜 这种就是老巢蜜 这种就是老巢蜜 哇紧张穿的 要夹了 我只是来书租啊 别急别慌 哇这蜜 一下 这看起来舒服 这是我和大伯今天取的 呃在山里面不好走怕摔跤啊 所以的话用透明胶 呃把这个全部封住了 万一摔跤了蜂蜜一下流不出来 当然了是不会摔跤了 那银子 看今天要好装 二四六八桶 也是楼店起雾 嗯 大伯鞋的手上 这桶一个多少装鞋 十八点九 十八点九 十八点九九 九五 九五啊 这桶最轻了 十五 十点六 呃这都是公斤啊 蜂蜜一般比较压秤 九四楼店起雾 这个只一半桶啊 所以七点八公斤 取到最后了嘛 九四楼店起雾 这桶将近三十斤嘛 五点九 我就知道嘛 十五点九公斤 这个桶一斤一两 你气候装啊 有炸吗 这是大伯人生中第一部智能手机 五十八斤啊 嗯 二百五十八斤今天取的 连比来回去了 嗯 就是 毛重啊 这个外皮没有去掉 你像这个桶的话 是一斤一两 呃这个桶也差不多啊 就是一斤轻一点 呃这个铁桶差不多 有三斤多 加几四斤 呃这不是铁桶啊 这是不锈钢的啊 蜂蜜可以用不锈钢的来装 但是不能用铁质的勇气装 呃可以用 不锈钢啊 这个你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五点多了 呃 帮我做事的人已经回去了 呃今天背了这么多沙子啊 就是打这个平常用的 打了地基 打了平常之后 然后就直接开始盖房了 这后面还要做宝康 来福音梅回来 大黄 还是大黄最乖最懂事 他们出去了 就大黄在家里守家 这个咪咪一天到晚 现在 就喜欢往外面逛 都摸不到骨头啊 你呀全部都是肉 你看你 走我们回去 这边上也打起混凝土了啊 快点咪咪 快点过来 快点过来 你一天还玩的挺累是不是 啊 今天一天还没看到12只小昆昆 现在看一下 哎呦 还不错呦 十二只啊 应该是抱我之后又下了鸟梅蛋 水 料都有 大部分都是黑色的小吃 152的基因很稳定 没有死鸡吧 没有啊 耶这只母鸡很凶哎 好了不打扰你们了啊 晚 大黄小黑 自从上面动工了之后 他们就在上面看着了 下来 这下面也牛一只嘛 你们全部上去了 小白你就在那个位置为止了 是不是啊 你看你那凶神恶煞的猪样子 哎呦这个咪咪也跑得挺快哟 来快点咪咪 来咪咪过来 咪咪过来 走走回去 你看你妹妹都在那接你了啊 哇黑牛一天不见了黑牛 黑牛就不出来 昨天取了一百多斤 今天取了两百五十八斤 呃现在已经五点半了啊 昨天也是取的这个时候 呃主要就是今天大伯熟练了 大伯虽然说七十多岁了啊 但是他接受能力很强 今天都能单独操作了 比我速度稍微慢了一点点 呃蜂蜜的话啊都是炒蜜啊 还没过滤出来 都放在大伯家里 呃今天太晚了没有车 明天早上有车带下去啊 就是取一批过滤一批 然后大伯就没有一起下来 呃那现在弄晚饭 呃现在都已经七点钟了 呃其实也没什么事 呃但是这里弄一下那里弄一下 就是挺费时间 呃没时间煮饭 就煮一碗面吃 呃来福的话又没回来 呃有的朋友他说 包括我大伯他说 会不会是偷狗的拉走了 呃如果说是偷狗的带走了的话 村里有大狗他为什么不拿 呃来福还小啊 应该就是十斤左右吧 而且来福又瘦 你像小黑他没那么胖 也没时间去找啊 还要忙 两三天 呃这段时间取蜂蜜的话 呃所谓的话比较忙 视频的话也没有内容啊 乱七八糟的 呃得忙完这几天就好了 然后的话 还剩三分之一左右的蜜蜂的话 蜂蜜要等到12月份过后才去取 呃因为那个地方有一种特殊的蜜园 那种蜜园比较多 呃所以等到12月份过后 呃所以等到12月份过后 加你鸡蛋也没有了 就煮了一个鸡蛋 我挺喜欢吃鸡蛋的 蜂蜜的话就是每天取了之后 呃我们这村里有班车嘛 说是班车就是那种七缩拉克的 呃每天就带到县城去 呃我家人都在县城 然后的话就在空调房过滤 呃还要几天吧 呃第一批蜂蜜就过滤出来了 我的都是自然过滤 呃用滤网自然过滤出来 这几天温度一升高了 呃灯一开起来密封全部都出来了 很多朋友要删货 呃现在很忙啊 要你像这两三天取蜂蜜忙完了之后 还要忙烤房 烤房这几天一直在进行 呃然后要等烤房忙完了之后 然后又开始取蜂蜜了 呃然后等都等忙完了之后 才有时间去弄山后 呃而且那个时候弄到山后啊 质量也是最好的 比如说金子 呃现在的话还大部分都是青的 呃还要等十多天啊 才开始全部慢慢变红 呃不过那个采摘时间比较长啊 你像整个冬季都会有卖 呃我的量不会大啊 因为我的都是野生的嘛 一次少的可能几斤啊 多的就请我们村 他们周围村的赶山人去摘 多的也就几十斤 卖完了不要紧 呃我还会去摘 还会让他们去摘 然后后的话过几天又会有上架的 呃其他的山货也是一样的 比如说桑飘销啊 隔山销啊等等这些的话 都是陆续的上架 呃量他不会多啊 我收购他们的话到时候 我上次跟他们说是这样说的 我说金子我只要红果 呃青果我不要 呃烂果不要 呃发黑的不要 呃放久了都不要 它不是自然晒干的 放久了外面是看起来 霉坏皮枯了 但是里面的话是坏的 所以到时候挑的话 呃不知道价格和他怎么到时候怎么谈 当然了我不会赚这个钱 呃游杯我会算进去 我都是统一发顺风 隔根的话我和大伯挖不了那么多 到时候看他们愿不愿意去挖隔根 呃挖隔根按照我们当地上次感激问的价格是7块钱金 呃那种黄隔 呃苦隔稍微贵一点啊 苦隔它扎根比较深一点 呃如果我大伯挖不了那么多的话 就收购了隔根来做隔根粉 呃到时候包装不会按斤来包装啊 可能就是二两桩 呃最多半斤装嘛 呃要不然一百斤隔根就做几斤粉 你说按斤装的话很多朋友买不到 当然了二年装 半斤装油被酸进去那就很贵了 身上都是刺 今天大伯很不错呀 昨天他还不能独立操作 今天他都能独立操作了 动作就是比我比我稍微慢了一点点 所以今天取了258斤炒米 是炒米啊或是纯米 还要过滤出来 纯米肯定没有258斤了 嗯 昨天 差不多做了七八十斤 呃就是把 我就是把老巢啊 我捐做老巢 把老巢把它分离出来 不是过滤的 就是用一斤装的盒子 把它装到一个盒子里面 到时候卖一些巢米 呃像今天的话 又有差不多 呃 今年大部分都是老巢米啊 到时候多做一点巢米 呃 因为去年的话 很多朋友找我买巢米 反馈还不错 所以今年继续跟他们做一点 哇 这三年完跑就是饿 这一碗的还不够 呃 我的风筒的话 就是说 到时候可能和大伯入股 大伯借我三万块钱修烤房 然后我有那么多风筒吗 有那么多密封吗 到时候看他 要不要算进来 就是那三万块钱烤房钱算进来 呃又或者说 呃 不算也可以 呃 反正和他一起做嘛 到时候就说 呃 就像给他一点股份一样 就是卖掉了嘛 给他分一点钱 呃 七十多岁了嘛 呃 伯母叫他去现场生活 他就是死活不去 他就喜欢待在乡下 呃 我和他在山里面嘛 呃 呃 这样走 他懂得比我多一点 呃 做事比我也谨慎一点 所以互相有个照顾 有个照应 你说今年七十一进七十二 我们这虚岁 虚岁七十二 你说他在山里面呢 还能跑几年 然后 就是坐在火坑边了 他又不会打 不会打拍 哇 再煮一碗 好 那就分享到这里 明天见